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宣布,针对美国银行的调查结果显示,存在多项违规行为,包括,无当扣留信用卡奖励,重复收取费用,以及非法开设虚假账户,有鉴于此,惩处美国银行虚项受影响的客户,支付超过1亿美元赔偿金,外加9000万美元罚款。 同时,来自货币监理署的裁决已要求,重罚美国银行6000万美元。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Rohi Chopper强调,从2012年开始,美国银行便非法扣留了客户的信用卡奖励,不只扣除双倍费用,且这种不当行为还进一步损害了客户利益,使他们无法享受到应有的福利,甚至还未经客户同意开设假账户。 由于以上这些行为都是非法的,且损害了客户信任,因此,有必要针对美国银行采取措施,终止这种行为,同时也确保整个银行体系可以正常运作。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。